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醒了 说 是谁在帮你 又是谁想杀你 不说是吧 方才那个黑衣人 出手就是想要置你于死地 你还帮他隐瞒 是不是谢昊 是不是你和他联手 谋害我父兄 谢昊 我一直跟着那个黑衣人 直到他消失在谢府 说话 我也没打算谎 要我只能谢昊 持心往下 是我杀了沈志和沈亭章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姐 她杀了殿和大哥 你不要阻止我 冷静 沈凤 你以为谋害我父兄 你家忠户就能瞑目了吗 你错了 谢昊他是什么样的人 就算你家忠户活着的时候 谢昊 又何曾有一日 把你们陆家放在眼里 你 陆远 不过是他借刀杀人的那把刀 而陆家 也不过是巩固他地位的垫脚石而已 你们陆家 在他百年现实眼里 何等低贱 只要一有机会 他第一个就会除掉你们陆家 沈凤 王 我 我 是 已 你们 大家 天 我们 дв 真正想要路远死的人 是谢昊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全身而退 保全自己 沈丽哥 别再用激将法了 我是不会让你当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幕后之人 别费劲了 愚蠢至极 是 怪不得你家忠户会输得那么惨 死得那么彻底 就是因为有你这种懦弱 愚蠢的人在他身边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要替你家忠户报仇的吗 你告诉我 凭什么 凭什么替他报仇 你明明知道谢昊就是罪魁祸首 可你却置之不理 这么看来 你家忠户 真是该死 是 是 是 你说的没错 你活着一点用都没有 但是你家忠户的仇 这辈子 恐怕没人替他报 还可以 大人 嘴 有 可你 也有 走 随我去一趟卫阳湖 廷尉 凶手杀人之后 明显清理过现场 而且 沈亭章和沈志将军 遇刺那一日下过一场大雨 把很多痕迹都冲刷没了 据彭尘王和黎妃姐弟所言 现场能找到的证据 就只有这些了 不过这都好几日了 还有必要再去吗 仅凭这些如何破案 沈亭章将军一声为大宋 为射击 鞠躬尽瘁 多少次杀场拼杀 如今却惨遭暗杀寒恨黄泉 我沐将军英明啊 绝不能让将军死得如此不明不白 所以必须再去一次喂杨虎 仔细勘察 是 无论如何 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一发 都过了半个时辰了 不是我的 他真是 傅 吗 様子 又行 好像 然 他 他 这样 我 consciously 证明 我 空 我 Quem なんか 他 你 参见彭承王 参见静灵王 静灵王不是受太妃之蕾 前往皇陵了吗 怎么今日有 我知诸位疑惑 但本王今日声明 讨伐路远一事 静灵王驻本王绞杀叛臣 刻忠职守 并无过错 应当论功 但如今 朝中发生沈将军这样的大事 恐将士军心不稳 本王特请静灵王回建康 辅佐本王兼政之事 为宋分忧 定不负彭承王所托 力保新政 推行顺利 主公 令本王已经决定 以彭承 荆州 陈骏三点为试点 先推行新政 若得成功便在全境推行 新政 力帮力民 还望诸公协力同心 诸位可还有异议 请彭承王放心 我等定齐心协力 为百姓茅福祉 为大宋殿积业 好 放轻 在 公布新政要令 整顿励志 提拔寒门 则以品学 为才所用 游识之徒 贤令赴业 考核勤舵 行其书赏 听众 José 这都搜了三遍了 还是毫无限索 继续找 连下了两天雨 指不定线索就埋在你底 是 宇佩 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 现在还不能妄下论断 毕竟离案发已经好几天了 但不管怎么说 这是新的线索 你们继续查 不能放过一寸地方 我现在就去上报彭城王 是 要略不久就会下达各地 望诸公督促巡查 方清等人不久 也会去彭城 荆州等地 视察执行的结果 如有违背者 一律当罚 是 是 参见殿下 廷尔 沈廷章父子之死 是否有了新的线索 殿下 的确发现了新的证物 快呈上 是 站住 沈廷章之女沈骊歌 沈廷章之子沈凤 求见彭城王 求见彭城王 殿下 知见殿乃朝臣一世之处 后宅妇人 岂可随意出入 离妃此举 有违礼法 我身为沈廷章之女 现已抓到谋害我父兄的凶手 薛求 为父兄含冤而来 求见彭城王